欢迎来到丁丁缩车 家用SUV什么动力最合适呢 今天的市场主流是两个级别 讲究实用性价比的一般会配1.5T或者是2.0自吸 高配呢要么就是2.0T要么就是混动 那今天呢我们来对比三台1.5T的家用SUV 那这三台车呢还都是有点来头的 我身边这一辆别克昂贵S搭载了通用全新的1.5T发动机 那这台车它的动力参数在同级别的1.5T里面是最强的 那辆本田的CRV可能是在中国卖的最好的1.5T排量的家用SUV 而这辆CS75 Plus也算得上是国产车中的佼佼者 那今天的对比呢我们不比静态部分 我们就来比一比这三套1.5T的动力系统谁更强 以及这三辆车谁的驾驶感受会更好 看一下具体的配置 我身边这一辆呢别克昂贵S552T两驱豪华型 关架是21万7千9 那现在市场终端的价格呢差不多在19万左右 那辆本田CRV240 Turbo两驱都市版 关架是19万5千8 现在在市场终端没有任何的折扣 而这辆CS75 Plus呢 它是1.5T的自动尊贵型 关架是13万1千9 当然它的价格确实会比那两辆合资产品呢会更加的便宜 但是今天的对比呢 我们会暂时的抛开品牌和价格的差别 就来看看他们在产品力的层面 随着动力和驾驶的表现会更好 好既然是说动态的表现 我们就把车开起来说 好我们先来聊动力 这辆Uncle S搭载的是通用第八代Ecotec 一台全新的1.5T发动机 那这台发动机呢是用了35兆帕的高压燃油直奔系统 最大功率达到211马力 最大扭矩是270牛米 那这个动力参数在同级别的1.5T发动机中应该是比较领先的 这台发动机还有一个名字叫阿凡达 那这个名字呢是源自于繁文 它的意思呢是化身 事实上这台发动机确实有很多的化身 你也可以说有很多的分身 它是可以去匹配AT变速箱 也可以匹配CVT的变速箱 可以支持48伏的轻魂 可以支持强魂 也可以支持擦电式的混动 所以真的是有很多的分身 那落实到安侯S这台车上呢 它的动力系统是1.5T加上一个48V再加上9AT这么一个组合 百公里加速的能力是8.4秒 在今天的三辆车中呢这个性能确实是最好的 实际的体验呢这辆车在中低速条件下 整个动力的响应是比较积极的 包括说它起步的时候动力响应也是比较激起的 你先点油门这辆车马上就会起来 不会给你任何慵懒的感觉 那如果你在城市道路或者城市高架路要超个车呢 稍微深踩一点油门 它的发动机的转速的攀升是比较快的 动力呢也会随之爆发出来 这个加速能力比另外两辆车呢 我觉得还是会更好一点 究其原因呢 一方面这台发动机的低转的扭矩是不错的 另一方面呢48伏系统也能在中低速条件下 帮助去调整发动机的转速 让它发动机转速攀升的更快 所以中低速条件下这个动力的输出 动力的响应我觉得是不错的 那如果是在高速条件下 跑高速80 100以后再加速的这个能力呢 相比那些中高功率版本的2.0T发动机 确实还是会有一点差距 但是在今天三辆车中 我觉得同样是表现最好的 只要你身踩油门 它还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加速的能力 所以动力储备这一块 我觉得这个1.5T是让人比较满意的 然后它的48伏呢 我觉得主要是发挥了两个作用 第一呢就是我刚刚提到中低速条件下 更快的去帮助发动机调速 然后让动力响应更好 那第二呢就是 在自动启停系统工作的时候 就起步的时候 平顺度就会非常非常的好 基本上跟一些混动的车型 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 所以这个体验还是不错的 9AT变速箱呢 在大部分日常驾驶的场景中呢 其实并不是很有存在感 不会给你很多那种顿戳啊 闯动啊这种感觉 这个很少 那我觉得对于一辆家用车来说 变速箱没有存在感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那除此之外呢 这台变速箱其实它还有通用 经常会有的一种变速箱的性能模式 当你切到一个运动模式 然后呢 深踩油门 然后再把它松掉 你可以激活变速箱的一个性能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呢 它会让发动机的转速在一段时间之内 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转速水平 从而来获得更好的动力响应 那如果说你真的需要在高速公路上 比如说有一段连续操车的过程 那这个模式呢也是能够用得上的 另外呢 这台发动机 它是可以去支持通用的VIP电子架构的 这台发动机它也首次实现了云端的互联 而且这个互联的安全级别是很高的 达到了航空机 所以这台发动机它的控制逻辑 它的标定是可以支持OTA升级的 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个车 然后呢 可能过个一年两年 它的发动机的这个标定 它的控制软件升级了以后呢 它发动机的潜能会得到进一步的释放 好像你买了一台车 在未来的这么几年时间里面 它的发动机这一部分 还是可以去更新给你更多的新鲜感的 1.5T的CRV 最大功率193马力 最大扭矩243牛米 百公里加速呢 9秒4 比Uncle S慢了整整1秒 那这套动力实际的体验呢 我觉得用两个词就可以概括 第一个呢就是轻快 第二个呢就是顺 起步包括中低速加速的时候呢 这辆车整体给人的感觉非常的轻快 当你深踩油门的时候呢 发动机转速攀升的很快 整个动力的输出呢也很快 所以呢会给你一种 动力还相当不错的这么一种感觉 而且呢它这种轻快 不会像日产的某些车那样 会有点窜 它这个快呢是伴随着一种很柔顺的感觉 不会有那种窜的感觉 所以这个动力表现应该说相当的不错 它这个顺整个动力输出的线性 是贯穿到全转速段 全车速段都是这么一种感觉 非常的线性 不过呢它的这个轻快 就不是一个全车速段都能够贯穿的这么一种体验 基本上车速可能在六七十或者七八十以下的时候呢 整个动力是非常轻快的 所以你在城市里面看呢 这辆车其实整个的动力的体验 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呢当车速超过七八十之后 你在高速上跑呢 这辆车的后劲还是会相对的弱一点 包括说相比Encre S确实还是会弱一点 而且呢这个时候呢 发动机的噪音也会比较明显 这一点我们待会再去说 1.5T的CS75 Plus 这台1.5T呢最大功率178马力 最大扭矩265牛米 整个的动力储备跟CRV差不多 那说实在话这套动力系统 还是让我感到有一点点意外的 它的整个动力的响应 一点都不拖逆带随 可以说是比较积极的 而且呢 整体动力系统的这个平顺性 做的也应该说是不错 6AT的变速箱其实存在感并不会很强 可能唯一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降挡的响应不算很快 当你身踩油门的时候 还有一个不是特别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发动机这个声浪啊 做的还是有点假 尤其当你全油门踩下去的时候 它转速 大家听啊 这个转速上来以后 这个声音是非常非常响的 好像让你觉得这个动力非常非常的好 但实际上你看这个车速的提升并没有很快 尤其是当车速到70-80公里每小时之后 它后劲这个动力应该说够用 但是呢并不会特别的出色 接下来说说操控的表现 Uncle S的底盘明显是一个偏舒适的调教 事实上这个底盘在三辆车中应该说是最舒服的 它的绿针效果非常的好 当你经过路面的一些接缝的时候 其实你的身体几乎是感受不到任何的震动的 它的隔绝做得很好 但你的耳朵是能够听到那个声音的 轻轻的噗噗噗这种声音 但是你身体是没有感觉的 那如果你是经过一些比较大的路面的坑洼 包括减速带的时候呢 你的身体当然会感受到这些震动 但是呢它是有很强的那种缓冲感 然后呢整个底盘给你的感觉也很扎实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底盘是有一定的高级感的 如果你经过那种比较长波起伏路面的时候呢 它甚至会有那么一点点像坐船的那种上下摇曳的感觉 不是很强有那么一点点 然后从操控性的角度来说呢 这辆车的操控的感觉是比较自然的 它不会说很敏捷 但是呢也不会给你那种拖泥带水的感觉 很自然的一个操控的感觉 在你紧急变现或者中高速过弯的时候呢 还是会有侧倾 但是呢只要你不是把它推得很极限 它的可控性是很强的 整体来说呢 我觉得这辆车的驾驶感受 操控感受就是很好开 而且呢开着很舒服的那么一种风格 DRV的底盘调教和Uncle S一样 也是一个偏向舒适性的这么一个调教 绿震效果也是不错的 但是呢两个底盘的差异 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CRV的底盘会保留更多一点的路感 而且呢在经过像减速带这个级别的 比较大的坑洼的时候呢 也会显得稍微的更生硬一点 那如果是经过那种长波的起伏路段呢 这个底盘呢不会有像Uncle S那种 有一点点上下摇曳的感觉 这个底盘呢会更偏硬一点点 但是呢整体上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舒适导向的这么一个家用SUV的这么一个底盘 那从操控的角度来说呢 这辆车还是那个字就是很顺 它的转向的响应 操控的响应 其实并不会很机敏 但是呢你开起来的话你会觉得哪哪都是很顺畅的状态 你一个转向过去它就很自然的就跟随过去 包括你在做一些紧急变现动作的时候 中高速过弯的时候呢 它的车身的侧倾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呢整个车呢只要你不推的过分的极限 它还是很顺从的愿意去做这些转向的动作 所以这辆车整体的驾驶的那种感受呢 我觉得就是很顺从的一种感受 还有一个特点的是这辆车跟另外两辆车不一样 就是这辆车它车头的设计会比较的低 所以我坐在这个地方啊 它的视线往前的这么一个视线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也是会让你觉得开起来很轻松很顺畅的 那么一个小的一个体验方面的细节 不过呢这辆低配车型 它的方向盘确实不算特别的好 它是一个塑料材质的方向盘 那今天其实外面气温还挺冷的 但是中午的时候呢太阳照进来车厢里面有点热 然后我手心稍微有点出汗 但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数量方向盘的操作的这种手感 确实会差那么一点点 而且呢这个座椅也是手动调节的 包括这个织物和皮混搭的座椅 整个乘坐的这个感受 我觉得相比那两辆车的皮质座椅呢 也会稍微的差一点 CS75plus的操控表现呢 会给你一种有点矛盾的感觉 你炸开这个车呢 你会觉得这个底盘好像是三辆车中 最有运动气质的 它的路感保留的会最丰富 然后呢它在经过减速带 或者说比较大的路面坑洼的时候呢 底盘给你的感觉也会是最硬朗 包括它在经过一些长波起伏路面的时候呢 底盘的这个支撑性啊 也是不错的 所以你会觉得好像这个车啊 它会比较有运动的气质 而与此同时呢 这个底盘的基本的绿震效果也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辆车这个底盘 如果放到国产车的阵营里面来看的话 应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么一套底盘 但是呢 当你比较激烈的去开这个车的时候呢 你又马上会发现它的操控极限 其实是比较低的 同样的车速过一个弯 CS75plus是最容易出现推头的 然后呢 如果你是比较车速稍微快一点的情况下去 紧急变现的话 它的ESP会非常无情的切断动力的输出 所以这个车呢 你比较温和的开 你会觉得它比较有运动气质 但是呢 你稍微激烈一点开呢 它其实操控极限是不如另外两辆车的 虽然另外两辆车 它的底盘会比它更软 所以它会给你那么一种 稍微有点矛盾的这么一个特质 那从整个底盘调教的功力上来说呢 我觉得相比两位合资对手 确实还是会更弱一点 NVH方面呢 三辆车的主观感受 和我们实测的噪音的水平是比较符合的 RNKVS前排用了双层隔音玻璃 再加上别克一贯做的还不错的隔音 这辆车车厢内的静密性表现是不错的 整车的NVH的表现也是不错的 长安CS75plus的表现呢 应该说有些让人意外啊 这辆车在我们实测的60公里每小时和100公里每小时 两个车速下的车内的噪音水平跟NKVS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还是不错的一个表现 只不过呢 这辆车在某些细节方面呢 还是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比如说当你使用Auto Hold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车在D挡Auto Hold开始工作 这个时候 你在车厢内是能够感到比较明显的震动的 你刹车踩的再深一点这个震动就会消失 CRV的表现呢 一如既往的不是特别的好 这辆车在两个车速条件下的噪音的水平都是三辆车中最高的 这个呢 跟我们主观体感的这个感受也是符合的 最后总结一下 1.5T CS75plus的动力 尤其是底盘的表现 相比两位合资对手还是会有些差距 不过考虑到它明显更低的价格 在国产车的阵营中还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1.5T的CRV动力响应轻快而平顺 底盘舒适适合家用 不过呢 NVH的表现不是很好 而且发动机的后径比较一般 1.5T的Encore S动力更加的强劲 支持OTA的特性也让它拥有更加强的升级的潜力 这辆车的底盘质感也不错 开着轻松坐着舒服 对于年轻人来说 它的驾驶体验会更有吸引力一些